欢迎收看游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 要来介绍这个根号在计算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准则 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化 那标准化的一个根号的写法呢 它有几个特点 那一个特点就是 在根号里面不能有分数 那根号也不放在分母 然后这个根号里面 如果有完全平方数要提出来 我们依序来介绍这几项计算 比如说这个108 108的话呢 它其实 108的话呢 它拆成这个4乘27 那在这边的话 既然它有4 也就是它有一个2平方的 这个2平方 它就可以抽出来 抽到外面去 那在里面是2平方 根号2平方 其实就是2 如果我们以这个 因为是第一次算 我们以乘法公式来写一下 它这个108是根号2平方乘3的3次嘛 所以它是根号的2平方乘以根号的3的3次 对不对 那就会等于这个 根号2平方 它就是2 乘以根号3的3次 所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接着这个3的3次 自己也可以说是 3的平方再乘3嘛 所以里面如果有3次 其实就还有一个完全平方数 是9 这个3的3次是27 9 3 27 所以它的这个9可以抽出来 那一样它抽出来的时候呢 它是2乘根号3平方再乘根号3 那于是这个根号3的平方呢 就会变成是 这里 根号3的平方呢 它就会变成是 一个3在外面 或者我们可以说从这里去抽 那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就是这个 一个根号3 所以最后这个根号108 它是6 根号3 那如果刚才我在讲的时候 你有留意到 其实108是36乘以3啊 那36自己本身 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用直因数分解 我们可以直接说108 它是这个6平方乘3嘛 所以直接抽出来就是6 这样当然可以 就是看你对于这些数字有多熟悉 来看下面这一个 根号48分之50 那根号48分之50 在根号里面有分数 我们还是可以约分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它是这个根号的48分之根号50嘛 比如说假如今天我想要约2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约出来会有什么效果 不过我们来约约看 这个 不然我们另外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根号6和根号10好了 根号6分之10 根号6分之10是根号10分之根号6嘛 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根号10 其实是根号5乘根号2 根号6其实是根号3乘根号2 对不对 那在这里就可以把根号2约掉 留下根号5分之根号3 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才在这里 就是说写这条算是要跟大家讲解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根号里面直接约 所以这个可以直接变成根号的5分之3 对不对 以标准化的程序来说这个还没做完 那不如我们就把它做完好了 我刚才有提到标准化呢几个准则 第一个根号里面不能放这个平方数 要把它抽出来 第二个根号里面不能有分数 根号里面不能有分数 那你可以拆开来变成上下两个根号 可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那第三个就是分母也不能有根号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你要解决根号里面有分母这件事情 那你要去处理它的时候 你不论是把它拆开来上下来处理 还是你在内部去处理的 做法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 我要如何让分母没有根号呢 其实就是把分母变成整数 我现在分母有一个5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在内部通分 上下通整5 5 5 25 这样就变5平方 这个就变15 这样子我到时候拆开来的时候呢 这个就根号5平方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这个根号的十分之六 其实是五分之根号15 那 透过这样子的计算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 其实我要去做这个标准化的时候 我为了要让它的分母没有根号 所以其实我就是它有根号多少 我就乘一个给它 我就乘一个给它 那上下同乘嘛 所以下面乘上面就会乘 那下面这个根号5乘了根号5 就会变成5 那上面就会再乘一个根号5 这样子 我们这个是在根号里面 进行上下同乘 这叫扩分啦 那如果我们是把它拆开来 变成分子分母都有根号的话 那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现在我不要有这个根号5 所以我怎么做呢 我的做法就是 就是我上下同乘根号5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动 在根号里面上下同乘5 也就是上下同乘根号5的意思 那这样子的话 上面这里 就是它会变成 根号3乘根号5是根号15 然后下面是根号5乘根号5是5 这样子算出来的答案就会一样 可以吗 好 那回来看我们这个问题 不论我要不要去约分它 都可以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50跟48是可以约的 不过这个如果你对完全平方数 和它的倍数们有敏锐度的话 完全平方数和它的倍数们 听起来有点像是某一种卡通 就是什么皮卡丘和它的战斗伙伴之类的 如果你对完全平方数和它的倍数们 有这个敏锐度的话 你会发现48其实它是这个16乘以3 那因为16自己是完全平方数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约分了 你到时候约完还要再去处理也是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底下就写一下这个16乘以3 上面就还是50 50的话呢它其实是2乘以25 25乘以2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就可以发现16可以抽出来 25可以抽出来 所以这个分母的话把16分之1抽出来 在根号里面是16 在根号里面就剩4而已 那在这个分子的话把根号25抽出来变成5 乘上 这样子 那进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标准化 要标准化的话就是要把分母变成没有 没有根号或者说根号里面没有分母 那所以我要上下同层3来把这个3变成3平方 让它可以拉到根号里面去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 你会发现我有时候写成上下拆开来 有时候写成一整个 那其实没有差的 那所以我上下同层3 这里变成3乘3 这里变成2乘3 然后于是这里变成是12 这里是5 根号6 那这个就是这一题 来看下面这两个 这个根号50 根号14 所以我们刚才是直接在根号里面 现在在根号外面 那我刚就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其实这两个东西没有差 写成根号50分之根号14 跟写成根号的50分之14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约分 在外面也可以 我们可以在外面约根号2 你把根号50看成是根号2乘根号25 所以它其实是这个 根号的25乘根号2 上面其实是根号7乘根号2 所以你其实可以约根号2 把根号2约掉 那根号25其实可以猜出来 它是5分之根号7 这样我们就把它成功的标准化了 再来看下面这个 根号2分之4 那这样子的题目我们有两种角度去处理 第一个你先这个标准化它 那标准化它的时候呢 这个根号2 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要为了要让它变成整数 我就上下同层根号2 把它变成根号2乘根号2 上面是4乘根号2 所以是2分之4根号2之后再约分 再约分它会变成是2根号2 那这是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我直接看得出来 那个4它有2这个因素嘛 那其实2它是根号2乘根号2 所以我可以直接看得出来的话呢 我就知道其实这个可以跟它约根号2 直接约掉根号2 那怎么约呢 我们第一次来做 背一点力气来写一下 4它其实是2乘2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2乘根号2乘根号2 对不对 或者我们可以说呢 就是说4它是2根号2乘根号2 为什么学生会不容易想象呢 我们来看这边 我们要说根号a平方会是负a 当这个a是小于0的时候 那学生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a不是 负a不是就是负的了吗 那根号不是一定要是正的吗 所以就是老师要跟学生解释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 a是负的 所以负a反而是正的 所以根号的a平方呢 其实它一定要是正的 所以它不能是a 它反而应该要是负a 比如说我们举例 根号负3的平方 它就不能是负3呢 这个时候负3是不是就是a 但是根号负3的平方 它不能是负3啊 所以它必须是3啊 那一定要是正的 你要从负的变成正的 这个我们在上学期 或者说第一个学期 我们都有讲到 你要如何把一个东西 从正变负 或者是从负变正呢 就是你要再乘一个负号给它 我一定要正的 我有两个做法啦 我一个做法就是取绝对值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我再乘一个负号给它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确保它一定会是正的 这样子 当我已经知道它里面是负的话 就乘负号 好 那所以说 这个 根号a平方它并不是a 根号a平方并不是a 根号a平方可能是a 但是这个是当a大于0的时候 可能是负a 这个是当a小于0的时候 然后这不代表根号a平方有两个值哦 它只有一个值而已 只是说当a大于0或小于0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它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值 可以吗 好 那根号仍然是大于等于0的 只是当a负的时候呢 这个必须是正的 所以负a反而是正的 那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顺便提一下 就是根号a平方 我们刚刚说明了它的这个解释逻辑 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 国一上学期 教这个绝对值的时候 用过一样的方式去说明 那因为根号a平方呢 它就可以直接说是绝对值a 绝对值a的话 不管a是正还是负都会是正的嘛 所以根号a平方就可以说是绝对值 但是如果你不使用绝对值的话 你就要拆成两条路线来走 那么 这里有试题 试试看咯 画简看看 那最后要标准画它 他并不是要把明去辅实 他很特别 孔子的思想是 他认为实要辅明 要师出有明 所以所谓 我们在这里讲这个词 师出有明的 这个师是指军队的意思 就是你的这个军队派出去 要有一个理由 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揍一个字 师出有明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周天子的王权衰败 所以很多国家他侵占了别人的国土 那这个在孔子的眼中他是很不能接受的 他觉得你们这些都是这个师出无明 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国土 那所以像我们看到春秋五霸齐桓公 齐桓公他称霸 称霸完之后齐国仍然是那么大 晋文公称霸 那他称霸完之后晋国仍然是那么大 这跟战国七雄不一样 战国七雄他们的这个势力消长 就是会改变他们的国土范围 但是春秋五霸呢 他们就算宋相公 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 宋相公宋国其实很小 那宋相公他就跳出来就是揪了一团说 我们要去打楚国 那打完了他还是那么小 后来他就衰败了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在他这个 称为霸主的时候扩张他的领土呢 就是因为在春秋时期 周天子虽然在军事力量上面薄弱 可是他的政治威望还是有的 还是有像孔子这种人 他在乎名 不是我们说这个名利的名 而是说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要符合你的名分 齐桓公 你叫齐桓公 你叫齐公 那凡是他的这个名号 某一个的名号 你叫齐公 是因为周天子把齐那块地分给你 所以即便你今天打赢了你旁边的某个国家 比如说陈国 即便你打赢了陈国 你也不能去占他的领土 因为陈国是周天子分给他的 那你是齐国 你就只有齐那一块 那什么情况下你的领土才能改变呢 除非周天子重新改封 所以这个孔子他所谓的正名的意思就是说 他主张他希望每个诸侯国你们打赢了人家不要去占人家领土 因为你这样子的行为等于是在这个藐视周天子他分封土地的权利 所以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他不是希望名称要符合实际 所谓正名不是去改正名称 而是你的这个名称要端正 也就是说你的实际行为要符合你的名分 所以在春秋五霸的年代 这个齐国晋国 他们即便是这个 即便是征战 揪团去打仗 不管是调节纷争还是打楚国 打完了他们也没有顺势就把那个领地占下来 因为在当时还是不被允许的 那春秋跟战国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就是在战国时代的周天子的王权又更加的没落 又更加的没落 所以使得这个周天子到底把地分给谁 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乎了 那所以到了战国时代的时候 这种打了地就站着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是 这个是春秋跟战国的一个差别 那实际上历史上我们怎么分春秋跟战国 是以这个所谓三家分境为 为这个分界点 或者有人说是这个周四的迁徙 那就是在靖文宫的那个境 在他身后呢 其实就是主要被三个大臣所把持 四家啦 主要被四个大臣所把持 那一直到某一个时间点呢 这四个大臣他们就决定自立为王 那自立为王的时候呢 不能说为王 他们还不算王 因为那个王是周天子 他们决定自己立自己成为诸侯 而不要只是士代夫 原本这四家是都是三家分境 其实有四家 这四家都是代夫 就是那个诸侯底下的一个阶层 官员就对了 士代夫 那 他们决定不要只是代夫了 所以他们就起来把他们的那个君主 晋公 杀掉 杀掉之后呢 这四家 因为他们晋朝的土地也跟那个周天子的领地很靠近 所以他们把晋晋公杀掉之后就跑去跟周天子说 哎 那个签名 我们要把这个晋的土地分掉 那从今天开始 这一块区域就变成我们 那那四家他们同时叛变之后 其中三家把一家杀掉了 所以最后只留下三家 所以他们就要周天子承认 就是最后这一块地就是由我们三家来分 那就是这个韩兆位 对 韩兆位三家分晋 那周天子就签了 于是晋国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战国战国七雄里面就没有晋国 因为晋国变成韩兆位三国 那周天子就是人 他原本是老大 那人家在他的面前这个 比如说你在老师的面前把你的考验拿来 然后自己改成绩改一改 就塞回去给老师说签名 我要100分 那结果你们老师也就签了 那就代表这个老师的权力将和日下 由此可见啊 当时的周天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任何一个人杀到他的门口 跟他说 我们三个决定 我们要占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 签名 他就签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 春秋跟战国的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战国时代的周天子的王权更弱 来看刚才这几题其实还蛮简单的了 化简他们 化简他们的时候呢 曾进去 分配率嘛 更号2乘更号2是2 更号2乘更号3是更号6 更号3乘更号5 有负的 负5 这是5 负5更号3 更号3乘更号2是负的更号6 所以结果剩下2-5更号3 这很简单 再来 再来 2更号3先放着 没什么要动的 96 96是这个16乘以6 所以你看我刚刚就说 我真的建议你们回去把那个 12乘以a 13乘以a 就是12乘1乘2乘3乘到10 13乘1乘2乘3乘到10 一直到19 19乘1乘2乘3乘到10 这样子 全部都列表列出来 让自己熟一点 你也可以乘到12 就是19乘1乘2乘3乘到12 这样子 让自己熟一些熟悉一下这些数字 那其实你把表列一列 也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不会多麻烦 所以这个96是16乘以6 16乘以6 16乘以6的话 那个16就可以抽出来 所以 更号96 他就是更号16乘以6 那这个更号16呢 他就可以抽出来 或者我们再多写一步 他是更号16乘以更号6 那这样子更号16就是4 所以他是4更号6 所以在这里就是直接把它换成4更号6 那之后我就不会花那么多步骤在这个上面 那48我们刚刚说的他是16乘以3 所以是减掉16更号3 54呢 54其实是这个96 54 或者你可以说27乘以2 那96 54的话9就可以抽出来 加上3更号6 减掉 75的话是25乘3 所以是25可以抽出来是5更号3 如果你没有办法跟着我一起把这样子的计算内容很快的这样算的话 你就按个暂停 然后再一个一个去对 想一下 哦 48是 这个错了 16出来要变成4 48是16乘以3 4更号3 25乘以3 5出来 那这个是9乘6 9出来 变成3 这样子 所以这里有几个啊 有1个更号6 2个更号6 7个 这两个都是更号3 减9个 加上3个更号2 这是这一题 然后这一题 那我们这个 你可以做有理化的动作 你上下同乘更号3 像这一题 上下同乘更号3 然后这个上下同乘更号2 又或者我来示范一下 我刚才说的 这个有更号3 可以跟他约 这个其实也有 9 他是3乘3 那既然你有3 你里面就会有更号3 所以9如果去除更号3的话 除出来是3更号3 这个9呢 他是3更号3乘以更号3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这里我可以直接约 那我们一个分数 这个 2分之4加6 你在约的时候呢 上面要提出一个2来跟他约 所以变成说这两个都要有2 才能够跟他约 所以这个是2加3是5啊 10 2分之10 所以在这一步呢 如果你这个 对更号比较熟 然后比较快 就是或者说你身为老师 你发现你的学生 他已经学得不错了 那你可以补充这样子的运算给他 其实我们可以上下同乘更号3 上面剩下3更号3 减掉 更号12除更号3是更号4 那更号4是2 这样子 那这边因为他没有更号2约 所以我们只能够做这件事情 就是上下同乘更号2 所以是2分之2更号6 减 那这个是更号36 对不对 更号36其实是6 这样子 所以他结果会变成3 更号3 减2 减 ok 然后2可以约掉 减更号6 加3 加3 所以会变成 1 减更号6 加3 更号3 这个 这几项到底顺序怎么写就没有差 好 那我其实所以 其实刚才我这里 我说他没有得约其实有啦 这个2也可以跟他把更号2约掉 只是我们没看出来 那没看出来就算了 对啊 也不会真的慢到哪里 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很常见 就是这个 一个更号 那他里面有平方 我们刚才说 这样子的话他会得到这个的绝对值 好 那或者是说 你们要去分析 如果 这个括号里面是正的 就直接写 更号5-更号3 如果括号里面是负的 就要 变成负的 那因为更号5比3小 3的话是更号9 所以其实这个更号5-更号3是负的 是负的 那我们刚刚就说了 一个负的数平方在开根号是 要加负号 所以他不是a 他是负a 也就是你要写的是负的括号 更号5-3 好 这个会变这个 那这个呢 因为更号5-1是正的 更号5比2大 所以一个正的数字 他平方完再开根号 就是他自己 可以吗 那其实呢 以后我们熟悉的话 负的更号5-3 就是3-更号5 所以这个 你会发现-更号5加更号5 就约掉 所以留下来的是2 这就是这一题 好 那么这次的作业 按暂停的 按暂停的 会觉得很快 按暂停呢 那我们就上这里